三十 双方长时间互相执着的一种争斗 相互说长道短的一种争执 实际上是大家都有错 而不是某一方面的错误 这里的主要原因 是大家互相之间 都只看到自身的优点 总觉得自己有理 而没有注意各自的缺点 各自的不足 各自的错误 你说我的过错 我说你的过错 双方争执不下 其实相互不让争强斗胜的行为 本身就是一种私心杂念的表现 而时间越久 错误就越重 这时候 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 你在指责对方时 他痛不痛苦 烦不烦恼 我们在说他的时候 对方一定会很烦恼 很痛苦的 所以 如果我们把私心杂念去掉了 就不会去一味地责怪 对方的不是了 而多做自我批评 这样 自然就没有争论可存了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去掉了 我看你了 你什么事 我看你了